是的,今天要記住那三句說話 運氣很好 哪三句說話? 第一句,信心的時候沒有發脾氣 發脾氣是沒有用的 如橫逆之來而不露 而是就是說,但凡遇到不信心的事 都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不要亂發火,也不要埋怨 人心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 有些人一遇到不信心的事 就會覺得煩躁不安 接二連三遇到頭頭碰著黑的話 可能還會發脾氣 把脾氣發洩在人家身上 甚至做出一些魯莽衝動的行為 如在三國時期,關羽被東吳的呂蒙殺了 張飛報仇深切,但又沒有法子 就把氣發洩在他的手下張達和范姜身上 還命令其他手下將他們各打二百遍 這樣打發洩人都死啦 還要其他人來求情都不行的 結果范姜和張達想著自己 反正都是死路一條 趁張飛熟睡時將他堆軟了 你看張飛堂堂一方掌領 但因為自己性格太衝動魯莽 脾氣太火爆了,招來殺身之禍 但西漢時期的開國功臣漢遜就不同了 他是劉邦的得力猛將來 他就是因為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氣 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漢遜雖然是市井出身 但他身懷國家的抱負 平時出行都會帶把劍在身上的 有一次有一個地貓流膜 無緣無故在街上拉住他 串他、挑釁他 你夠膽就用劍來捅我 若然你不夠膽的話 就證明你是懦夫 要在我腹囊那裏端過去 換轉是你,你會怎樣呢? 會發怒?和他捏過? 韓信當時都是很生氣的 但他亦都知道 真是拿把劍來捅別人的話 最終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於是他就忍住 真是在別人的腹囊端過去 今受誇下之獄 但亦都因為他這種忍辱負重 搬宏大盜的性格 在之後短短的幾年 建功敗將 最終成為了日放諸侯 遇到不信心的事 就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擺盡心態 樂觀面對解決問題 第二句是什麼呢? 遇到變故 無堅 淡淡淡淡淡淡 又淺淡 遇到變故起而不驚 意思是當我們遇到突如其內變故時 千萬不要害怕 這是做人的氣度 一個人的應變能力 很大程度決定他日後的成就 例如宋朝 有一位官員叫做呂文靖 他為了考驗他四個兒子的應變能力 特意在他四個兒子玩的時候 叫工人特意打爛一個很珍貴的肉器 幾隻化骨龍嚇到呂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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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說不知怎麽算 唯獨是二公子公主他好淡定 後來他父親呂文靖就問他 你為何不急 二公子公主就說不睡都睡了 急來還有什麽用才行 後來公主觀智宰相 所以說一個真正聰明的人 遇到生活上任何的逆境都好 他都不會慌張 只會從容淡定坦然地面對一切 一個人可以做到心平氣和地面對生活上的酸甜苦辣 不大喜不大悲 平常心對待這樣才會更加強大 那第三句呢 你一冤枉的字 你沒有博他了 當非常之磅而不辨 意思就是說當你被人指責誤解 甚至是被人誹謗的時候 都不用急於去反駁 這是一種空懷 世間上誰沒有被人指指點點過 指手畫腳過 就算是孔子 聖人來的 又或者是釋迦謀離佛 都有人說他是錯的 但是都不影響他們的地位 每個人的觀點角度 看法 立場 三觀都是不同的 面對被人誤解 指責的時候 不用急於跟他爭 這樣只會擾亂自己的心智 做好自己 清者自清 要厭不攻自破 正所謂 他是明白你的 你不用跟他解釋 他如果不明白你的 你解釋再多 都是沒用 當我們遇到不信心的時候 不妨想一下這三句話 偶爾反省一下自己 慢慢走出逆境 相信福布自然會來的 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一下 當你被人誤解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做呢 是會發怒 屈在心裏面 還是跟他捏過呢 留言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